就是大家輪流的一直在爆炸 可以先預告大家 很多人都會討厭 你有沒有關照他那個 路西派的戀愛 康哥他們有 就是唯一掌他們 莎莎預告營業中前方高能 陀宗康開掌路 席戀情 我一直以為我蠻耐操的 當然那一天我真的覺得 要死翹翹了 因為超累 真的要累死了 亥映夜中第二季 目前進行到開墾森林的階段 巴在成員路西派愛情進度調移 也沒閒者 被拍到跟人氣直播主盧鼎慧 牽手遛狗進入豪宅 那有沒有關照他那個 路西派的戀愛 康哥他們有 就是唯一掌他們 因為我們還有張立東 所以也可以掌他 啦啦隊的事情 所以我們有很多攻擊的目標 那類的 但我不知道會不會剪出來 他以為Rubo你很好的 沒有斷路 就是大家輪流的一直在爆炸 可以先預告大家 很多人都會哭 那有哪一個男生哭讓人家嚇一跳 以前烏有症嗎 有 以前烏有症 有 而莎莎主持美食節目多年 被聞到網紅蔡亞嘎 拍攝日本難吃無家連鎖店的 凡車事件 也分享自己評論美食的一套方法 不行耶 真的假的 不對啊不對啊 他竟然還加了三色豆在裡面 喔這個鹹度 這個還吃超上色 喔 他再加這個好吃 唉唷 給師傅聽得懂喔 其實我沒有主持美食很久 所以只能不評論這個 沒有啦 有時候我去吃 我也會覺得這還好吧 為什麼要拍這個 主持美食多久之後 我就有發現這件事情 就有領悟到這個道理 所以我每次都會把自己歸零 我不能用自己太 呃 太有自己的那個 主見的方式去介紹這個食物 我覺得我們是 形容一個東西給大家 大家喜不喜歡 你可以做你的選擇 像我很不敢吃生的嘛 然後上次有吃到一個 師傅只為了我做這個料理 然後是活龍蝦 因為他們那個神經還在嘛 所以他頭還會動啊 尾巴也還在動 然後我就吃了他的肉 然後我聽了他那個咳 那咳咳咳聲 我真的覺得 唉唷 死掉 我去趕快接受完口感之後 一咳之後我就哭出來 大哭 我真的覺得太痛哭了 因為廚師他們都會在你面前 你也不好意思吐出來吧 好可怕 其實我想可以 只要熟的就可以 可以了 但我覺得大家吃東西 要抱著一個感恩的心 社會上有很多人 他可能下一餐在哪裡都不知道 然後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喔這隻小錢那邊什麼的 我覺得你不如把那個 你要亂花錢 透進那個庫牌箱裡面 可以幫助到更多的人 好 那就好抱歉 謝謝 要多做 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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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